冰沙 我就不再加料去打成冰沙了 它的材料跟份量不同各位的測試 重點是最後的呈現 所以我稍微把它攪拌一下就可以了 因為冰沙我們的同事已經有做好了 像米花 1.5米米 1.5米米 2.5米米 1.5米米 2.5米米 2.5米米 這杯呢 其他最特別的材料就是 有一個香蕉牛奶醬 這個香蕉牛奶醬它直接加上了鮮奶 就是給我們愛慕牛奶以後 它就可以變成是有點像韓國罐裝的香蕉牛奶 但是沒有它這麼的夾 我們的這個香蕉牛奶真的好喝 可是它非常濃稠 它的顏色是偏一個非常的鮮黃色 很鮮黃色的感覺 它這個很鮮黃色的感覺 這個東西剛剛我們現在回到前面的冰滴咖啡 你如果在冰滴咖啡裡面 尤其是非洲系的肯亞那邊的風味的豆子 你加一點點下去做冰的 它會變成一個很強的香蕉冰咖啡 一點點就夠了 然後它的甜度也不會因為它而增加太多的甜度 好 現在這邊這個冰滴咖啡好了 然後我要來拿我的冰滴咖啡 好 現在呢 有這個冰棒 那 同時呢 把它做成很可愛的鈴鐺狀 好 像哆啦A夢的鈴鐺的感覺 我們就把它兩顆出來 因為為什麼做這個形狀 方便各位適宜 我們可以把它放在最上面的位置 那用冰棒呢 其實在夏天非常的受歡迎 很久以前呢 這個在我的店 我們在出冰沙的時候 我就直接那時候在大賣場 有一整盒的冰棒 換算下來那支冰棒五塊錢 它是一個很簡單的那種有水果風味的那種 輕冰棒 好 我們就打了一杯冰沙 我們就拿一支冰棒 課面的材料直接倒插下去 然後賣它 那時候那一杯 其實那一杯冰沙 就很簡單就是糖漿打冰沙 然後再插一支冰棒 那樣子成本都沒有十塊錢 我就打賣 它賣了六十塊 那個夏天賣翻了 我每天在大賣場買冰棒 然後買得到冰棒 我還complain 他還說為什麼我們進冰棒 他說 啊 就很少有人買這個啊 推進突然賣很兇啊 然後你什麼人在講 這是我 可是那樣子就是 沒有人會去 夏天沒有人會去抗拒那樣的東西 那又有相對的一張好處是 冰棒可以讓冰沙不要這麼快融化 而打冰沙又可以讓冰棒不要融化 那整個的賣相 如果以現在來說 有埃及 拿到人的食物都先拍照 那如果你可以把這個冰沙做成有一點漸層 然後彩色的冰沙 然後再插這個 我覺得非常棒 好 在上面呢 然後呢 我們撒一些這個可可粉 然後拍一些可可粉 然後拍一些可可粉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要不要把我牆上 這個意思 好 然後最後呢 為什麼這一杯要叫做薄金 因為我們在上面呢 會上一個這個使用的一個珠光粉 那珠光粉有金色有銀色 然後我選的是金色 因為金色跟這種深色看起來的對比 還有它的呈現會比較漂亮 幫你關起來 蛤? 幫你關起來 好 先關一下電光桑 謝謝 因為再這樣進去灑下去 我等一下要把人家清拔來清冷酒 都成分了 哈哈哈哈 好 然後呢 我們就這樣子灑這些 好 你不用灑得很乾淨俐落 就是讓它灑 如果你是這樣的杯子 直接 讓它有一點點的水 沾在 喔 杯子的外面 它並不會挺黏黏的 所以沒有問題 那客人 而且又適可使用 沾到手 就把它舔掉就好 那用這樣子的方式去呈現的時候呢 那就會變成 很漂亮 好 OK 就這樣子做一些裝飾 好一點顏色 那這些粉 這個紫色的粉 這些做麵花的植魚頭粉 好 所以都是可使用的 我沒有灑什麼 莫名其妙的東西 好 然後結果 我發現我們自己有出植魚頭粉 好 因為我愛誰買外面 但是我真的什麼都有 好 好 那老師 剛剛這杯就是 這杯跟前面有一杯 那個蘿蔔 那個雙筒 也是就是有 讓我們更多餐廳 就是我們愛慕牛奶 那剛剛老師也有做簡單的 那現在也有很優先 然後再為大家做一個 更深處的講解 那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愛慕牛奶 那其實我愛慕牛奶 就是 是從德國進口的 那其實大家打冰沙的時候 其實不會 像這種坑荷啦 或者咖啡 一定都會加一些 像冰沙粉 或者鮮奶油的 那因為這隻牛奶本身呢 它的乳脂肪含量 就算比較高的 所以它品質算比較厚 那所以你在添加的時候 其實你相對的 鹽鮮奶油的量 其實可以下手 就不用加到那麼多 那其實 因為它乳脂肪含量 大概到3.8 那一般我們喝的那種全脂 也買大概3.5而已 那這隻的話 就是管做咖啡 做奶茶 或者是做一些冰沙 雙脂肪含量類的東西 其他奶茶 都打在裡面 都非常好 那等一下大家可以來喝喝看 就是 因為雖然它 它其實算是飽酒乳 它飽性可以到低一點 它平常的話 就是腸溫飽酒 但它其實它 沒有像其他飽酒乳一樣 就是有種 非常重 可能短片脂肪酸 就是那種臭臭的通應道 所以其實它在飲用上面 其實吃口腥還算蠻好的 對 而且因為它的脂肪含量比較高 所以它其實在打那些奶油的時候 其實相對有一次會比較細密 然後不容易消散 對 那大家味道還可以嗎 就是冰沙的部分 對 那我們冰棒就是用我們的蒸過巧克力醬 香蕉奶糖醬 跟牛奶鮮奶油下去做成的 對 那我是拿那種冰塊的模子下去做 所以如果你們在家裡的話 其實也可以直接這樣操作 還滿方便 那各位看到你們的這個 那個冊子上的那個照片 你們會發現形狀不一樣對不對 那我做的是完整的一支 那這一次怎麼做呢 我把柯柯粉 我們自己的農心這個柯柯奶油粉 把它用熱水 甚至你可以用熱的愛護牛奶把它融解 然後加入一些蒸果 加入一些香醬牛奶 Anyway 就是把你現在吃到這個冰沙的這個部分 它還沒有打成冰沙的時候液體 你準備好放涼 去皮的香蕉切薄片 然後你準備冰棒膜 冰棒膜其實很多地方可以買得到 切薄片先把它貼進去冰棒膜裡面 像這樣黏黏它可以黏在旁邊 然後去把這個剛剛講的液體 冰正過把它倒進去 倒到差不多八分滿 因為冰果也會膨脹 倒到八分滿 然後呢 我們要插一個冰棒的盾子 可是冰棒盾子 冰棒頭通常都比較快 讓冰棒會不會倒 你拿一個透明膠帶貼住 就貼在這個 它的口上面要貼住 拿到變色的畫一下 它就變一個洞 就把冰棒盾插起來 它就站好了 冰 冷凍過以後呢 這個膠帶會變脆 所以你拿的時候就直接用手把這樣過掉 很好剝膜 然後稍微搖 就跟冰棒們吃冰河一樣 搖一搖 冰棒就出來了 然後你可以直接插在冰沙上 那這樣子的做法呢 當然是相較量的口味 你可以做不同的口味的冰棒 冰棒真的很簡單 只要你的冷凍庫 有冷凍庫都可以做出來的 那夏天 南南應該也蠻多上升跟芒果嘛 芒果應該超多 所以 芒果一樣 你可以做一個芒果口味的冰棒 然後一樣可以插在你的椅子裡面 也會非常的棒 那我們的牛奶 就像剛剛 就是於全所說的 我們的物質量非常的高 所以它其實 不管是打冰沙 或是弄起來運氣 它其實都會 就是比其他牛奶奶 還是更便利 那講到就是冰淇淋 而且是少料我們湯 這樣子的就是用 那我們湯下運用就是 除了就是大家最常看到 零在那個 飲品上面 也不管是做啦 喔 裝飾啦 或是一匹那個現代油 上面就是讓它 用不同的顏色之外 它還可以做成就是 下面的 我們剛剛所說的這個 褲褲的感覺 然後除此之外 還有就是 在那個杯子裡面的話 則是可以做成 很像是 之前就是 很流行的那個黑糖 那個掛壁風啊 五蚊風啊之類的 那當然除了糖醬之外 其實火器也可以拿來做 類似的運用齁 所以說 就是你們就可以找一些 比較能的 可以 其實附著力比較強的 就可以把它放開 可以上面做一個 粉紅啊 裝飾 那 這個也是一樣 那就是 我們最後呢 會提供給大家一個 木雷蛋糕 那大家一樣就是 一邊想讓他一邊 我們講一下那個 這個還可以怎麼使用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就是 木雷蛋糕 就是把我們的木雷奶鈣粉 然後打成 就是打成那個 奶鈣狀 然後放在蛋糕上面 那其實現在有很多的 這個 這個 甜點 像午茶店啊 其實都有做 就是類似的概念 把奶鈣放在甜點上面 就很難用 那 如果說奶鈣的話 椅底上面 可以做什麼用呢 第一個就是 實際上是把 椅底甜點 定化 對 那像這一杯的話 就是它是 就是把奶鈣放在上面 然後賞上一點點糖 然後做一個 有點像烤糖 烤不可以的感覺 那其實它上面那個 脆糖呢 就會 提供給它一個 不同的 那個口感的層次 那這一杯的話 則是 那個 洗茶 它 之前我會做的一個 甜品杯 它是把 珍珠 Oreal 有水 然後加上 呃 奶鈣 去組成一個甜品 沒讓客人 只是一個瓜子吃 那你也可以搭配 補品 做享用 其實都是一點 客人自由做選擇的 那像這個的話呢 只是把奶鈣把它 就是轉型 變成一個 很像提拉米豬的感覺 那像是其實 這種提拉米豬的元素 雖然複雜 但是其實你只要 附上奶鈣 其實它就是跟提拉米豬 就是有異曲同風之妙 對 它這個的話也是 Starbox的 呃 提拉米豬的 這個應用案件 這邊的話則是 那個韓國的 它也是提拉米豬 不過 它在各 各個不同的季節 就是退出 不同的限定的提拉米豬 有果茶 有草莓的 有藍莓的 然後甚至我還在網路上面 看到另外一個 另外一家 另外一家 它是用紅絲絨 做成紅色 紫紅色的提拉米豬 非常漂亮 上面灑的是 那個 剛剛就是 先天提到 我們托平有提到的 那個 紅田菜根本 對 好那像 就是 就是 甜品的應用之外呢 它也配合在明天裡面 那除了搭配茶飲 奶鈣啊 其實它鹹鹹的嘛 它搭配水果茶 也是非常適合的喔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 就是相信大家 用不陌生的 起司奶蓋 起司奶蓋的話 它最貝太多了 它除了是 起司奶蓋之後 它還在商店上上了 就是 起司絲 就是讓它那個 起司的香味更 就是香氣更加 更加熱 那除了起司絲之外呢 就是也可以 運用的是 起司球 對 那像老師在我們 咖啡展的時候 就有推出一個 呃 呃 奶油椰子 可可倒 它就是使用到 呃 起司絲跟起司球 去做搭配 那其實起司絲 融在那個甜品裡面 它喝起來的感覺 就會有點像是 就是 椰子 裹肉的感覺 因為它那個 臉皮很厚 所以它整體 就是搭配起來 非常順和 非常 就是具有香氣 好 那 鹹式的運用 就是 除了起司機之外呢 就是剛才有提到 就是所謂的 烏魚子的部分 那在台北大稻埕的地方 就是有一家 就叫大稻埕 對 那它就是用蒸的烏魚子 把它合成碎餡 然後放在那個 奶蓋的上面 做一個搭配 那這個我喝過 我是覺得就是 真的是 鹹鹹甜甜的 它其實有 就是烏魚子的香氣 但是 就是也不會搶要 那個奶蓋的風味 對 那再來就是 呃 培根碎 然後在這幾年來 就是也 應用也蠻多的 這一杯的話 是用那個 包王三明治的一個 應用方法 它是 就是包王三明治 就是把培根碎啊 然後還有一些 花生醬 然後香蕉等等的 就是做成一個三明治 但是包王就是 上台前必吃的一個料理 下台後必吃的一個料理 對 所以就是 他們就用這個 培根碎的去做一個 不同的甜品杯 然後甚至 也有搭配 熱鐵花糖 去做一個 不同的應用 那 今天 剛剛老師好像又加碼了一杯 去 OK 各位現在剛剛吃了那個 布蕾 布蕾的蛋糕嘛 那這個就是 我講的 我就回家做 我們今天 稍找我們第二杯的 這個 草莓冰滴 好 我還有剩一些 然後我就加了 香蕉牛奶 攪一攪 就是各位現在喝到這個風味 好 它的呈現也可以這樣呈現 然後呢 最後再加碼一個 因為我做常態的材料 好 就把這個樣子可以自有 這一個就自有 那 這個就是 呃 品黃的新鮮的 香蕾 香蕾的這個濃縮 配上就是 我們自製的這個 氣泡水 品黃的 好 我們稍微再加了一點點的這個 梅果 好 我想讓它再多一點香氣 因為品黃的 甜度跟新鮮感很好 那我加上一點香 那最後呢 各位剛剛應該很好奇這個東西 好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出光粉 好 它攪進去這個飲品以後呢 它就可以呈現一個 像這樣一個很炫目的一個感覺 好 那這個東西都跟金箔一樣 你喝到體內 不會有什麼特別的影響 好 好 各位可以看得清楚嗎 這個東西 好 它就會有這樣子一個 很炫的一個 出光的一個金色在裡面 在旋轉標準 好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在 呃 銀品裡面 我們通常都會叫它什麼 星空酒或星空銀品 好 或者銀河這樣子的一個名字 好 那它會沉澱 所以我們上客人的桌上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再幫它 攪動一下 讓它有一個油洞的感覺 好 各位待會可以品嘗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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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